Hello,大家好,我是生活圈阿婆主芊叶子鹰,小樱花 那么突然的出现呢,可能让大家感到很迷茫 就是刚才看到我这个眼睛那么水肿 因为我昨天哭了一晚上,所以导致这样的情况 突然的出现可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待会儿我一会儿到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回家洗个头脸先吧,待会儿见 然后看到吗,这几个嘎的都是因为这两天比较 就是闹心很慌很焦虑所长出来的 就真的很无助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现在上我们家天台,就最高那层楼 看看我来散个心,时尚这把心情 我们家后面就是这样 比较乡村化,就让人感觉心情还是比较好的 哈喽,大家好,回到家了 然后就随便打开手机,录一下我这几天想说的话吧 状态,就是为什么还要戴口罩呢 就是因为这两天的状态不太好,我就 颜太过于素了,然后就不想把口罩摘的就这样吧 而且现在就越来越懒也不想化妆 收,呃,行李已经收拾完了 好,我们颜归正转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我不是要决定最近回国嘛 然后,机票我已经买完了,嗯,东西打包的快递我已经找好了 嗯,就差退房子,然后就飞机回家了 之后的,退完房子之后的住所我也找好了朋友 但是,好像大概在一周之前 我的飞机第一次被取消,航班 那时,我接收到这样的状态之后,我有点懵 我说,我来到日本的时候,我的航班也是被取消的状态 然后,刚来日本的时候,航班被取消那这也是很,很着急的吧 因为公司那面就不好解释 然后连夜,我妈妈从沈阳坐,打地,打车 连夜赶到北京的一晚上 我妈都没有合眼去为了盯住那个司机 晚上开车,避免他睡过去 我妈就是陪我一晚上 我真的,我特别愧疚我刚来日本那个时候 就觉得妈妈很伟大 为了我送我出国工作身照之类的 然后,就是陪我连夜打车到北京 一晚上,整整一晚上 他都没合眼 然后,到了北京的机场之后吧 嗯,也是状况连续不断,连续不断的发生 嗯,就是在八点之前到的北京 到北京之后,飞机场那边也是 因为我是两段航班的,从北京开始转机 在那时之后,我对北京人的态度不是特别 北京人的那种看法啊,改变了一下子 我觉得北京人,它是一个首都 其实,就给我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很好 北京人啊,或者北京这个地方啊 在我的印象官里,一下子就变得不好了 嗯,就机场的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非常的不好 就也很着急,我真的是差一点差一点 就来不了日本的那种 我来到达日本之后 也是很孤单无助的 然后现在不是要回回家了吗 接着说刚才我来我回家的时候 我那个飞机被取消了 然后我也让我妈妈联系国内的航班 嗯,让她帮我打听一下 然后打听之后嘛 嗯 她航空公司那边说帮我改签 啊,然后 就是经过了一段商考之后 帮我改到了 嗯,从武田机场改到成田机场 就这样 嗯,就是飞机票也有着落 然后接下来好像是在日本这边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就等着回国了 就在昨天520 大家都恩恩爱爱 过着甜蜜的日日的时候 我又一次遭受了打击 嗯,就是说 嗯,航班又一次被取消了 我面临着第二次航班被取消 我,然后就打电话给航空公司 说航空公司说6月份的航班 已经全部都被取消了 一个都没有 我上网查了一下 真的一个都没有 但是之后我就 我就感觉我一下子我就 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可能我人 我这个人吧 就是,嗯 你面对什么比较 自己应付不了 或者比较紧急的事情的话 出如其来的事情的话 我自己面对不了的时候 我就会很压力很大 就会很慌 并不,就是想哭 嗯,因为很无助嘛 并不是想给大家展示 展示一下我哭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很无助 很慌张 我整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刹那我就感觉我回不去家了 我就想着 因为疫情的到来 我可能今年一年都是不好的运气 就没有好过 从过年到现在 就从医院到现在 都没有好过 然后我就 就整个人就有点崩溃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航空公司那边也没有解决办法 从昨天到现在 我的状态可能一直就处于迷茫吧 然后 也没有办法 然后就 就一直 就想着睡觉吧 睡觉可能好一点 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眼睛已经肘成这样了 就是想着 先不想那么多了 爱家撒地吧 那机票 可能我 六月份买不到 我可能再过一个月 五月 七月八月回家 也行吧 因为机票证太贵了 我在 日本这半个 几个月了 感觉手里得里花钱 就是攒的钱 也被花的差不多了 因为 真的 在这里生活 不太适合生活 就是说 太费钱了 真的 没来过日本生活的人 他们一定不知道这种感觉 尤其我还自己一个人住 就身边什么人都没有 真的 无住的时候 不知道该找谁 然后昨天晚上就给朋友打电话 就朋友找我打电话 一下子就 嗯 就崩溃了 然后他们就安慰我说 你不要 不要难过 没有事 就可能 没有地方住 没关系 因为这个月要退房了 我之后一个月里是没有地方住的 然后说没有什么 没有关系 你没有地方住 可以到他们住一下 虽然离得很远 但是他们可以把地方借给住 因为他们在大阪 我在东京那里 就真的很远 因为然后我自己一个小姑娘拿两个行李箱 还有手里没有多少钱了 就 受到了朋友很多很多的安慰吧 嗯 心里能够好受益 毕竟受到安慰 之后又找了几个铁哥们 打打电话 有机场的朋友安慰我 他们说你不要着急 没事的说 他们说 嗯 航空公司会管管你的 你不要着急 可能就是下 嗯等一等 等等他们那边的信 可能六月份没有 再等到七月份 就 就 他们不会不管的 就是说 就可能 航空公司 就航班可能 一直被取消 一直被取消 的状态吧 就我觉得 我可能 真挺倒霉的 我 我 我可能所有的运气都花在 来到日本的这个机会上了 我之后来到日本 真的 一件好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吧 就 不是在抱怨 可能 人在特别无助 特别低谷的时候 就会想到这些来 唉 就会想到这些感觉 就之前 我来到日本之后 之前的时候 我妈妈不是 家里人不是特别的 同意我来 然后他们找算命的人 把我算了一下 也是我妈同学的什么对象 她说 我来到日本之后的命运 就特别特别不好 流落街头 没人要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 就说的特别不好 我就是 哭着喊着不信 我就不信 算命的人说的那些话 就是觉得 我自己人生我自我主 凭什么 相信那些算命的 那些人说的话呀 唉 昨天那么 跟我妈撩坑的时候 我说 没有地方住 我就去 大街上住啊 我妈就一下子说 那算病 算病的人说的太准了 你就这样的人生 我想了一下可不吗 我真的被算病的人说了 说准了 那可能也是巧合吧 唉 就有的时候真的不信也不行 可能我现在心态是比较消极的 嗯 对 可能有点消极 想那些 如果 如果要是在开心的情况下 可能就不这样了吧 也不是特别想把自己的话情绪 带给 就视频面前的你们 不想被大家说呀 什么 B站 现在视频都这样了呢 怎么都这样了呢 其实够多的时候是想把自己的 建议爱分享给大家 得到一些大家的安慰 就是嗯 可能很多UP主也是这样的想法 真的 也想把自己的建议爱分享给大家 就觉得嗯 可能就是 拼尽了自己所有的勇气来到日门 之后 这个状态 嗯 虽然得到了很多吧 就学会了成长什么之类的 但是回家的 就在这个节骨眼什么回家 真的让我 太 太拿了就是 真的内心还有一点 罪恶感 就是那种 不是罪恶感 就是那种 负罪惭愧内疚那种感觉吧 就 很多 情感纠结在一起那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做 反正我就很慌 现在下一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 想着也是 船道桥头自然值 还有那个什么 走一步看路吧 算其自然吧 就这样想法 因为疫情嘛 就很多国家也都经济危机 或者是很多人也就失去的 工作什么的 可能我也不是最惨的 但是我也觉得我自己也不幸福 反正 就处在一个尴尬的阶段吧 我可能现在就是手里没有钱 而且回不去家 就这样的一个阶段 还好有国内的一些朋友来 安慰我 支撑着我 要不然我真的 真太孤单了 这两年来 这还好有他们一步步来 安慰我 但是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 我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包括来到日本啊 辞职啊 回家啊 虽然我这个人很爱面的 但是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 包括之前的工作也是 我虽然恨他们 但是我也很感谢他们 我也不怕怎么 我说这些会被谁谁看到啊 会被什么同事啊 会被朋友看到 我不怕 爱说 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就是 谁爱说啥说啥我不管 就这样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这期的我的闲谈 我也没想到这么多 十几分钟也就这么过去了 嗯 其实我的视频嘛 别看我的粉丝数啊 还有观看数啊 那么少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啊 或者是粉丝啊 要求我去更新视频 吹更之类的 我也是 嗯 有过吹更的经历的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人呢 观看吧 或者是鼓励和支持 我才能够这样的更新视频 哪怕我的观众数有一两个 我也会去更新视频的 我也会去慢慢的分享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我的人生 我的 悲催惊讶也好 什么什么的惊讶也好 我希望给大家听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开心最重要 希望我能够 一两个月之后回国能够顺利吧 这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快乐的生活 不要被我的父亲 就是负面能量给感染 我只是把我的经验给大家 说给大家听而已 就不要被我影响到就行了 而且我觉得 我好像没有那么特别的悲观 传达给你们 嗯 拜拜 我是阿英 拜拜